期待孩子要有好的情商呢 要從父母自身做期 早期的時候在醫院做一個 兒童門診 小朋友不知道在幹嘛的時候 就通通都送去 但是呢 有趣的就是說 我發現所有的父母帶孩子來 他都說 我的孩子有過段 但是我觀察了很久以後 有很高的比例 其實不是孩子的問題 其實 一個小朋友才大班 每一天都要背15個英文單字 還要考數學 好 爸爸媽媽還送他去學 很多很多的才藝 好 然後呢 從大班開始 拔完頭髮以後 往嘴巴裡面三次 這是很嚴重的焦慮 對 吃頭髮 後來媽媽 爸爸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因為時間都把它填得滿滿滿滿的 然後就問我說 他需不需要請家教會比較好 然後需不需要去吃藥 那我聽完了以後我就覺得 這到底是大人的問題 還是小孩的問題 還是小孩的問題